大家好,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这个活儿啊,不太好 我一边整饭,一边跟大家聊 今天又跟大家聊负能量了,不好意思 就是说,跟大家聊聊天 有的时候也能排解一下自己内心的一种郁闷吧 今天早上第一单呢,接的这个是个女志 然后我送她去这个香酱路 在这个过程中,她这个胎啊,就扁了 就胎压表就降低了 我查看的时候也没查看明白 后来,她这个过程中就指责我嘛 就是因为我把这个胎给扎了 然后耽误她事儿了 她时间很宝贵,她的身份很高 是不是啊,说了一大堆啊 那我不耐啊,我就怎么办呢 那就赶紧去找地方吧 给她维修吧,找了一个维修点 人家大哥的一句话,让我心挺暖的 人家说这个是因为她这个胎嘴啊 那个根部产生了裂纹 然后慢撒气 哎呀,我真是,这个专业人给我洗清了这个 我当时就挺感动的 然后这个女的呢,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她觉得她说我说错了 还不肯承认错误 就是她也没说话 整完了之后花了50块钱 然后出来,她就说不用我了 就不用我了 但是我这个单没完成啊 她不用我了 让我下车 然后我下来了之后她开了 一使劲,可能加速太猛 嘎嘎嘎 就是那轮毂,就磕那个马路牙的声 这下来了之后冲我五马长枪的 哎呦,天呐 说要投诉我 说我不给她开车了 我给她扔半道什么 我其实对女司机的第一印象啊 就是也就是有个别的 就是说开车手法一般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碰的这个女司机 真是让我大跌眼镜 我现在就是说说起这个事啊 其实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她今天给了我一个投诉 我这个活一共前前后后 我也就能挣12块钱 她投诉我了一单 我这个说白了 我100块钱就没了 一天我买了一个盒饭 我中午都没吃下去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今天这个吃的就是中午的盒饭 这个我没吃 我没吃下去 就这一单整个我心里啊 特别 我特别委屈 我特别难受 我中午啊 就想吃一个盒饭 我买的这个 没吃 我就买完了之后 怎么得吃不下去 这是晚上我拿回来了 会了一下 会了一下 我现在一会儿吃点 真是 哎,想一想 逼一句 你说第二 现在这个样 就是往年呢 我家都是这个 过年以后 哪怕是淡点 生意 二月份三月份淡 就比如说一月份往年过年嘛 你说今年 哎,过年呢 每年这个实体店 不论你网上多冲击 你也不能把一个人都 你把顾客都冲击没了吧 你就网上你再厉害 我实体店最起码 我能喝点汤吧 我还有点回头客吧 这现在 给我这实体店冲击的 冲击的一个人都没有 啊 这真是我现在 真是无奈了 就是 很多时候会总的一起啊 这个 就是做实体的这个无奈 真是没办法 开车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碰到很多好心人 刚有一天 我碰到那好心人 我拉的是回家 一个大娘 然后她是三个大箱子 原本她这个大箱子 她需要这个 就是 她自己扛上去嘛 我拉完就完事了 她那个 但是我看着大娘岁数大了 我就帮她给扛上去了 留两个箱子贼沉 这两家 就回来的也多 她那个可能是 置办的年货 她家是多层八楼 非常高 然后我也给她扛上去了 这大娘 真的 她给了我五十块钱 就这个五十块钱 虽然不太多吧 但是就是 她能证明我的价值 就不论怎么样嘛 这个好心人 她还是多 我今天可能 又说了点负能量 就是 我觉得现在人间 还是真情比较多一些 我一行呢 有一些很多好顾客 我就释怀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实体店 这个实体人 现在的无奈 打压的 现在就是说 不说大街上没人嘛 现在反正我 我家这个扶上店 很惨 这个一个年算废了 就算废了 我在哈尔滨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